從前,有些人在黃金商場外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現在仙達的店舖自己都做不成了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於你看Facebook 人們不看Facebook,現在看IG 誰救我,我契爺去Shiftoff,我奶媽去Biel基 你算吧,Steve都很香了,Biel基都不知道在哪裡 小子,句句疼住了,你在哪位 我人稱打遍銅鑼灣無敵手,個個都叫我男哥 我單手打街吧,都可以贏梅元和砰 但是EVO不是在銅鑼灣打的 你別管,看招 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聊一下電玩 又不一定是師兄,猛人,才子和神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聊一下科技,說一下電玩 還不少就搞爛笑了 我們就是科技雜碎 歡迎大家收聽這個科技雜碎網台版 大家好,我是阿騫,南邦 是,大王 今天有我們幾個在這裡繼續科技雜碎 照舊首先有科技新聞,然後會有科技怪事錄 接著到最後那一節就會是電門新聞 今天暫時看,怪事錄的項目都是多過科技新聞 不過科技新聞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 叫做一些新聞講一下,沒有上次的 不要那麼有趣 首先就是講Google的新聞 早那陣子就開了Google I.O. 2012那個,都正式開了 這樣它都是網上發佈的 它這裡主要講了,其實講了很多不同的內容 即是有些什麼人工智能 有些什麼,大部分東西我都是聽不明白的 所以那些都不講 那我都是講大家比較關心一點的 或者作為 end user,即是普通科技產品 使用者們會關心多些少的那些位置 那些層面可能是關乎整個科技界 因為它其實是面對著 developer 的方面去講的 所以大部分東西我們都不太關事的 這一刻來講 我記得好像一個就是 for developer 另一個才 for end user 它不是新品發佈那類的 所以大家不是說很直接去影響到住的 那都要等那些 developer 出些apps 或者出些podcast 那現在最主要我們關心的就是 Android Android 12 它都正式在那裡發佈了 那也都說有個別的機器 就可以在Google I.O. 在那一天開始 就可以下載一個 beta版的OS來玩 那主要都是Pixel的電話 或者是個別一兩隻牌子都有些機器 那我自己手上都有一部Pixel 3A在那裡 那所以呢 已經下載了來玩 做 beta tester 那我當然是馬上去做的 你最喜歡的啦 beta tester 那有新的東西當然一定要試了才開麥克風可以講 你提我都要講 你最喜歡就是做 beta tester 還有你最喜歡的招式就是二刀流 不是我咯 我喜歡看的 你一有二刀流你又騙到什麼 那 beta tester你怎樣 同樣 實際試用了之後呢 我覺得它改的最多都是講那個UI的 那其實那個UI呢 我自己用完之後我覺得是一般般的 嗯 很主觀地講 我會覺得它那些 icon啊 或者什麼呢 其實它是很多時候是放大了那個按鈕 哦 即是把舊的放大了嗎 譬如你上面的鈕 上面出來有幾個按鈕呢 就是開Wifi那些 那些東西 以前我們看的那些是圓形一個個的 那樣的 它變成大大舊 整顆藥丸 大顆 佔了一半螢幕的size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種設計 就看個人喜好 我自己就覺得 以前有人嫌小顆的 我覺得現在像老人機 是啊 可能真的長輩一點 因為說小顆的按鈕 是啊 那另外一樣東西 它就說它那個新的設計 叫做Material U 以前是Material 那它就說那個U字是為什麼呢 就是YOU不是 是說你呀 哈哈哈哈 YOU 不要啦 為什麼老友 林子祥把聲音出來 就是它說可以customize 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譬如我喜歡綠色的 那我就可以把整部機的圖片 就變成綠色 那它也會就著你用的Wallpaper 是些什麼 而去做那個顏色給它 即是相關的 即是可能你用的是綠色多些 它就可能比一隻類近 配得到這樣的顏色 是啊 另外還有一樣比較有趣的就是 因為你平時以前Android 轉體系統的時候 它那時候會 以前也試過大改 即是最初的時候 它的圖片是正方形 然後變成圓形 有很多不同的次序轉過 那它這次Android12 它Customize除了顏色之外 它連Icon Pad都可以這樣調整 即是它就可以將它Default的東西 就轉回你喜歡的口味 即是譬如正方形 圓形 一些多邊形 那些東西 就看回你自己的口味去轉 那這件事是Default做的 雖然其實 大家裝Launcher的話 其實是任轉的 但是它一個原生 就做了給你 原生有很多 即是始終未必每個人 都會用其他Launcher 甚至有些說我買Pixel 可能我喜歡什麼都是Original Original有一些功能就好 是的 另一樣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說的 就是那條音量Bar 因為它那條音量Bar 即是平時你開大小聲 它旁邊會出了一條Bar 讓你調音量 它新的設計 它是調到 我剛才不是說過 它全部拉得很粗很大 這條Bar好像縮小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 其實這條Bar我想 可以找它大條一點 我調音量可以 即是 有些時候調多一點 調少一點點 我就可以彈性一點 是啊 簡單一點 證如你越縮越小 我的手指 噴一噴 所以我已經噴了十幾十度 你調大一點的 可能一兩度 一兩度 這樣調便好 為什麼它回到這個 要縮小 而且它粗得來 我覺得那件事很醜 那件事 它那裡整排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我形容 iPhone 你要關機的時候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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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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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iPhone 式機的按鍵 按鍵 是 也有很多的設計元素 我們現在的Android 都是四四方方 嘗試正正的 它就加了一些 非常誇張的圓角 上去 我自己的口味 覺得是重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 我是喜歡四四方方一點 這個就可以說 個人一點 好個人 其他都有若干改進的 包括了 就是它對於 抄襲iPhone那方面 就是如果你開相機 或者開了一個 麥克風的時候 它都會有一個 iConsole 給你看 我現在是開了 這樣 這個都是Privacy 那方面做好 現在要的 現在要的 而另外 也有它的好處 就是說 Apps會拿你的 Location 就是GPS 知道你在哪裡 它就可以改了 是一個大概的地方 它現在呢 就應該是 知道Exactly你在哪個位 那可能它就會 放回大一點的 Area 譬如我在九龍區 整個九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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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九龍城 它就不會告訴你 是Exactly在哪個位 那就說 那個私隱度 會好 這樣 減低鼻觸間機率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其他看起來 都是一些 Fightune為主 的一個 更新 它每次都說 那些CPU 省了 快了 不要吃電 基本上任何OS 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任何OS更新 都是這樣說的 更新完就會快了 任何OS都這樣說的 每次都是這樣 這個 實際不是 到時候才知道 不過如果你是玩Beta的話 以前我都是 經常玩Beta 或者Version 但是這個 我都 降下來 因為我 玩開的遊戲 全部都開不了 所以我都是收氣的 有些App Game 玩開的 都是會 彈出來說現在 Android 12有Beta 出了 但是我們還沒有支援 如果各位 有需要 就自己決定 有些App Game 都這樣寫 正常都是 即是你 都未正式 你應該是正式Version 才有 因為你有很多東西 有時候人家可能改Beta 成這些 所以 先說這麼多 Android 那方面 另一樣東西 都是關於Google I.O. 就是有一個驚天地 浮鬼神的新發佈 就是他們的智能手錶 VOS 就跟三叔的Tyson 合體 原本三叔就說 我不要用Google的OS 我自己寫 嗯 弄了Tyson的OS 出來 就給他們一些標用 過了幾年 到現在的時候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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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然後就 那不是第一次的 以前有什麼巴打OS那些 那些 那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 三叔一定會說在前者 他一定說在前者 Google不要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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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但都是說他用三叔智能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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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外的市場 也有這個可能的 其實是好的 特別是兩間大廠合在一起 這些東西對消費者來說未必是壞事 還有也繼續傳言 Google會自己出一部Pixel的智能錶 不過也是傳 暫時是這麼多 Pixel的東西暫時都沒有公佈 不是依次的 因為遲些才會再開一個新的發佈會給他們 講完Google I.O. 之後 也有一些Google相關的新聞 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說的 Google 我屌你腦尾 哈哈哈哈 怎麼了 就是關於一項他八年前咳嗽的服務 那個叫Google Rita 我屌他腦尾 到現在還生氣 激到憤怒 由於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重度的 RSS 用家 因為我做節目 或者是以前寫文 我要找資料搜集 或者我自己看科技新聞的話 其實 RSS 是一個我自己找不到任何一項可以取代的服務 可能有聽眾未必屬 RSS 即現在 Service 屬的方面相對少些 少些人用 最簡單舉個例子 你 RSS 就是你自己製作你的Feedboard 這個例子他會形容大家會比較容易 例如你所看的網站 他每一天 其實你不是想看網站本身 你是想看網站所更新的東西 即是偏新的文章 是的 那麼 RSS 的作用呢 他就是把那些網站 裡面有的那些更新 全部用一個列表的形式 或者是好像Feedboard 一樣 整張圖在那裡 全部整合你會看的網站 你只要看完這個RSS的Reader 你就看完你平時看的那些網頁 就好像訂了那份報紙一樣 是的 但這些報紙就是 不是整份不停收拾給你看 而是內容有新的update 就是擺出來擺出來 你一按下去就看到 哪個哪個網站有三篇新的文章 就看那三篇 那你自己製作分類 那變成軒哥也是重度用家 重度用家 當年他倒閉的時候 我都非常徬徨 要轉東西 最後就有一間公司叫Feedley 他就直接會 可以輸入Google Reader裡面的 那些報紙 就可以讓大家轉會過去用 用了八年 相安無事 我都算了 就叫做成功轉會 八年之後的今天 Google Chrome測試加入RSS訂閱功能 我屌你老尾了 哈哈哈哈 那些新聞不好笑 但是軒哥那句話 那種怒氣 他真的真的狠狠 真的狠狠狠 他狠狠狠狠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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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那些人都改了 搞得很麻煩 搞得很麻煩 還有那時候RSS是少了人用的 他那時候是搞得RSS少了人用的 但是問題是 那時候那些人說不用RSS 現在那些人看新聞上Facebook的 上Feedboard的 我就在想 Facebook你找新聞看 你裡面的廣告多過新聞 一家人看了不知哪個 又關了個B 我炒新冒會怎樣看 還有你那些新聞是 他展示的東西 有他的次序 還有你夾雜了其他東西 還有有時候Facebook 可能有Filtre了 沒有給你看到 還有一個觸及問題 RSS很簡單 總之我RSS了五個網頁 他的導航有更新 那個網頁後面就括弧 一二三四五這樣 他是跟著時間去排 他今天多了五篇文 後面括弧有個五字 那我知道五篇文未看得到 我就看那五篇 就是你現在Feedboard的東西 但是你Feedboard 也有去選擇 但是你掛了單上Feedboard的東西 才可以去選擇 但是RSS是 那些人一般製作的網頁 已經可以做到很方便 那你自己彈出又彈入 隔了八年之後 然後你無緣無故拿回一些八年前 十九幾年前的技術 拿出來用 你居心可測 是不是 你幹什麼呢 按鈕在真正 剛才剛才說 RSS這東西 是被他搞到少人用 因為他懂得Google reader 他關掉了 那令到一些人說 可能RSS未必有那麼多人支持 你以為那時候 你Google有那個東西 人們都還用 你Google沒有 人們首先要用T 就是隨便轉 那有些人說 我本身用得不多 那索性我不用了 有些人甚至說 可能覺得 Google也不做 就是RSS這東西 可能會淘汰 每個人都看Facebook 可能這樣說 那變成有少人用 那就是你Google那一下 彈出 是令到RSS這東西 是有跌到的 但是 這個東西又不能怪他 那如果他決定close 你不可以罵人家 就是怎樣搞死RSS這東西 你不要這樣說 你close 我當你是商業決定 對 你的延避沒有錢賺 又有負荷帶 你close了去 哪怕影響RSS也好 不要緊 你如果跳進來 當日你令RSS一件事有damage 市場收窄了 你現在跳下來這樣 所以就被人罵了 自己拿來刺 自己拿來刺 就是我本身都不想理你的 你突然做這些東西出來 博我罵你 你會想一下 如果Google開會的時候 他們說 老闆說 我們 我們想不到有什麼加 開回RSS 然後整群男人說 老闆當日 我們公司拍版cut reader 已經有很多人很不滿 你現在說家去真的罵到沒有 大哥不要 碎夠行的 大哥不要 交了一隻碎 不要 我會交了一隻 嘗試加一加一加 真的被人罵了 這件事 真的很昂貴 真的很昂貴 Google相關 先說到這麼多 還有一件事情 可以提一句 Google Photo的無限backup 正式在我們開咪 播出的時候 就應該正式收皮 還改名字 現在高雅則就不知 省儲存空間 高雅叔 那些 即是說明現在不漂亮 那些照片 真是 多謝Google 多謝Google Google 然後就說一下 Microsoft的新聞 不過可能有聽到奇怪 這件事不是應該放怪事錄 其實就不是的 這件事是放新聞好一點的 是 因為這個就叫做IE 就正式宣布了它的死期 就是2022年的6月 就會正式收皮 到時就所有 Microsoft就不會對它有任何的支持 甚至乎是叫你剷掉它 這類的東西 那有很多人就會說 為什麼不是放下面的呢 但是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 算是一個 時代交替 時代交替 還有它算是一個 預告的東西 也不是一些很齊的東西 就是說 你說它 因為它 已經轉了做ESH很多年 現在ESH也做得有去好的地方 是的 所以它會剷IE這件事 其實也是時間問題 我甚至乎覺得是剷掉它好一點的 就是不要有兩塊 我覺得剷得太遲 其實我覺得再早一點 剷掉它 就直接用ESH是更好 是 那現在這件事就變成了 時代的眼淚 就沒有辦法的 所以就不是怪事來的 那還有呢 也都有人在說 就是 人們死都不肯轉IE的時候 那時候有很多原因就是 有很多人公司用的那些網頁 就沒有更新 又沒有什麼 都是要用IE開 那如果它真的修完皮之後 那些網頁就不能開 第一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你到現在都沒有更新 如果只有IE開到 網頁應該是生存不了 是的 那第二樣來講 其實ESH是有一個IE模式的 嗯 那你就可以用現在的ESH 轉到IE模式去開這些網頁 即是用它的核心去動 它會包了一塊東西 但是不完全是整個IE 就是它用一些最主機的 它真的都沒有什麼網 但是它應該都放在這裡 看到沒有什麼人用 遲早都吸收它 這樣 那叫做交接時期 這樣留在這裡 你在2021年 即是你的網頁還只有IE開到 都不用動的了 老實實都 是的 那這個都跟大家講一下 有一件事先 那接下來下一單呢 就是一個 製式類的新的技術 新的技術 就是USB Type-C 那為什麼會拿出來說 有新的東西嗎 那原來真的是新的東西 最近發佈了一個新製式的USB Type-C 它上升到2.1的版本 做了一個升級 那它升級了什麼呢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那個充電的速度 那現在我們坊間 看到那些USB Type-C 其實就 充電最盡 理論上 最盡的是100W 那現在市面上 就算是那些Notebook 或者是那些電話 裝置 你買得到的器材 它通常都是65W左右 就已經是極限 那它這次呢 就出了一個2.1的版本 那它呢 就上升到240W 嘩 幾倍啊 那這個時候大家想 哇 那我手機就爆了 那其實我猜是給電腦 或者推出一些大舊的器材 應該是 還有它這個是理論值 可以上升到那麼高 那你電話呢 用那麼多呢 我真的會很擔心 它的電池的壽命 即是高大開闖三開過籠 那樣 那其實現在的電腦 雖然那些ultrabook 或者是一些不太大咬的Notebook 全部都可以就這樣 用Type-C充電 但是如果你是買遊戲Notebook 或者是一些比較大型的 可能17吋 那類的Notebook 其實都是要插回傳統那些火牛的 傳統那些火牛 一直都是說 200多300W左右的數字 那所以 現在這次的更新 反而是令到那些遊戲Notebook 可以插Type-C充電 嗯 那真的可以完全廢掉了傳統的那種火牛 那程度上就是 那些機器換機 如果大家都是用那一隻 好像現在的電話那樣 我總之用Android機 都是一堆Type-C充電 那就不用說 換完機之後就要去 即是特別換廠 以前 你說我買另一間廠的Notebook 那你就要買另一隻牛 因為有時候 大家說可能你原本有隻牛包 但是有時候 可能你做事擺一隻 你家裡擺一隻 這樣 你公司一隻 你家裡一隻 都很平常的一件事 正如現在我的MacBook 我都這裡一隻 我家裡一隻 這樣 很平常 以後真的 那些扣物好像現在的電話 你共用的 那就好一點 即是你至少 方便一點 是的 還有你可能真的 除了供電腦之外 你的電腦輸出回去 有什麼去給一些 其他Define 所有人那個 推的力都高一點 我叫你 沒錯 所以這個新的技術 即是新的更新 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好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市面 但是他們Define 之後其實都正常會有 應該不太久 這單都差不多了 接著就是講電話的新聞 有一部Sharp的相機 有一個大家都很久沒有聽過的名字 那間叫Sharp 雖然都被強國買了 但是Sharp那裡始終 依照他以前日系的設計 雖然少出機一點 只是干預他的東西 就不太多的感覺 好像做回自己的 是的 就是老闆轉了 但是做些事情都是這樣做的 他最近推出了一部新的旗艦電話 因為他之前被人買完之後 他也是推出一些中低階的類型 為主的 沒有什麼旗艦 那今次無緣無故 就推出了一部旗艦的電話 那一部就是Sharp的Aculus R6 那這部機器有什麼特別 拿出來說呢 那原因就是他那個相機 那就是他跟另一間大廠合作 那間叫Lyka 真的很大廠 那大家都知道 Lyka原本就是跟那間 宇宙最強的大廠 華為去做合作 很多代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華為的電話是 前頸是多麼光明一片 因為快要走他的鴻蒙OS 所以Lyka也轉會了 Lyka覺得他這麼厲害 我也不配再做他的partner 我配他不起 那種感覺 是的 那就跟Sharp去做合作 有一個co-engineering 跟Lyka去做一部電話出來 都算這個Lyka 知道自己什麼的身份 知道自己配不起華為 這個真的好 這個真的好 知道自己的位置真的好 那 就算他是轉會 那些人就會想 會不會是直接把華為那一套 搬過來就算 那又不是的 那時候華為 又在說自己幾多倍Zoom 很厲害 那這次這部機 他的賣點就不是Zoom的方面 他就是直接用光學去做賣點 那就是 他是一部用了一寸SIMO sensor的電話 那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那電話來說 其實有一吋是基本上很少可 我記得有一兩部特例有出過 這麼多年來出過的電話 一般的電話是多少呢 一般的電話是1 over 2.3 或者什麼 簡單來說 現在一吋這個SIMO sensor 比起普通的電話 我想大兩倍至三倍左右的尺寸 那大了SIMO sensor 有什麼好用呢 第一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散景效果 即是真的拍攝個人清 然後後面蒙了那些效果 即是可能就這樣拍出來 都經意做到這種效果 不需要電腦計算的 因為現在很多後面蒙 是電腦幫你計算完後 幫你轉換夢去 暴龍哥的電腦收拾 即是 緊於大家專注自己 把背部調整了 這樣 這個是第一樣 因為你用光學去做 永遠都是最好的 你不會是有些邊位 勾得不好 例如算錯的 那另一樣 就是它電話吸光的能力 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它 那個SENSOR大了 它吸光的位置自然就會增加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天生的advantage 你拍攝夜景的話 是有一定的幫助 即是不需要用電腦去計算一大輪 才能做到這樣的效果 例如上那部 即是光吸得多一點 都沒有那麼容易 不斷抖 對 沒有那麼容易手抖 各方面 即是SENSOR的尺寸 是一向都是越大越好的 那這件事 在電話來說 都是真的很少看到 會做到這個地步 是的 那它這次用了這部一寸SENSOR 就變了很多人都很關注這部機 還有它出來的樣子 即是突出鏡頭出來的程度 跟大家看見的旗艦機來說 其實覺得好像突出得很少 它反而只是一橫的一部機 像相機 是像相機 像GC的相機 是的 而且還要前面後面 我覺得樣子也挺漂亮 是的 即是看不看這個設計就很過人 但我暫時看是挺順眼 即是沒有一些很... 即是有些... 不是很像之前的裝甲騎兵 那些很硬的 是的 即是它不是一個特別噁心 雖然它的鏡頭會很大 一塊東西出來 當你跟我解釋 因為是用了一塊大的SENSOR 那我覺得 你做過這麼大的一塊是可以 是的 還有那些比較上 就真的好過以前 Lokia那塊蓮鳳餅的 Lokia那個真的... 左膿蓮鳳真的是很噁心 或者它以前那些Lokia 808那些 即是很久以前流出來的那些 那這個看起來是又帥仔 還有它真的那個光學真的比重 這個真的現在難怪多人留意這部機 是的 那些人可能說要得個相機 因為它之前Sharp那些機 多數都出中低階 那這部有出什麼餡料給你 那除了這個相機吸引人之外 它另外那些方面都不舒適 包括了它的螢幕 是240Hz 24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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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省電 可以省電 那它是用那個IGZO的OLED 那應該是比較好一點的那種螢幕 所以我對它的顏色都有點期待 還有它的尺寸是6.6吋 又不算是很大部的那種 而另外它 它處理器呢 就用Step Dragon的888 那也有12GB的RAM 有128GB的儲存 有5000mAh的電 5000mAh 那不過它因為200多Hz 可能是 那它就預計在6月就會在日本推出 那暫時就沒有說價錢 那應該是日本手法才不會有趣 正常的Sharp機 它現在應該還在那邊 雖然強國充滿人大機 也是主要是在日本裏 是啊 那所以這部機呢 我們自己看起來 就都 那樣東西都做到很足 吸引人機想試試玩的 可以的 就算不買都拿來看看 想試試玩 都想玩一下 有趣有趣 有趣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講的一部機 那最後一宗的新聞呢 就是Apple相關 差不多是follow up 就是上次說 KKBOX就說 其實Apple都 理論上 Woolmas 就有機會出的 但是在節目播出 和播出之後呢 那幾天的時間 都發布了一些新聞出來 那Apple就正式 就發布了Apple Music 高清版的Apple Music 首先講到最好的那樣東西 就是它加入了無損的選擇 亦都有加入一些傳景聲的音樂 那這幾樣的功能 是不需要做加錢這個行為的 哦 即是你是一個普通的Apple Music 訂閱者 就經易可以享受到 你最高的享受 即是現有用家 就不用額外付錢 就可以用到 對啦 不用加錢 這件事是很好的 真的好 這樣就提一下價錢 個人收費一個月就58元 如果學生計劃的話就28元 如果你用家庭計劃的話 就88元一個月的 即有幾個月就可以用的 其實價錢都可以的 價錢來說 如果你看回其他幾家來計 其實不算貴的 差不多的都是 對啦 這件事是值得一讚啦 而另外傳景聲的聲音 其實就 以我理解所知 就應該是好像之前說 Airport Pro 或者Airport Max 那時候說 好像看電影的時候 它是會模擬奇緣的喇叭 在你正前方出來的聲音 即使你頭部轉動也好 它的聲音都會在同一個位置出來 而不會跟著你的頭部一起動的感覺 那種感覺 雖然這個技術是不錯的 但是我自己理解 或者我之前試用過的感受 看電影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你說聽歌來說 我自己是一般般的 聽歌的時候分左右可能 不過我看可能你是聽哪一類 可能真的要試 可能聽Carsical 可能聽Carsical 那類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可能聽Band Sound 那些分位 你分得左右等等 有時候已經是OK的 但可能你去到那些 很多不同位置 都有不同樂器在這裡 可能就會效果好一點 嗯 也是跟隨不同的公司去做 加入了高清的無損 制式的串流 OK啊 不錯啊 大趨勢 但是呢 就有些 Remarks 寫了在那裡 那我這份人 看這些東西 我最喜歡就是看Remarks 第一樣就去看 你這些包床 不是不是 你這些是留意細節 留意細節 絕對不是包床 因為那些細節才有些重點 對 這樣話說 Apple Music的無損 它就有分兩種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 它未提升之前 最普通的那種 它是用AAC256 大約跟MP3差不多的那種級數 這麼多年以來都是 它有一個無損的模式 我記得它說 最高是24bit 48kHz 那種的程度 其實是一些比較接近CD級數 高於CD一點 CD就有1644 這個模式很合理 大家各個平台都有 它最高支援的是西非 它是上到192kHz 它真是Hi-Res Audio 因為平常我去Mora買的 最普遍都是2496kHz左右 上到192kHz 很厲害 但是呢 看完這件事之後 好像不錯 又不用加錢 又有身分順體 好像很棒 結果呢 它是支援的 但是呢 就被我發現到 即 我看這宗新聞出來那天 我已經感覺到不對勁了 我已經在主持群組裡 跟大家討論 那天 就在那裏說 Apple現在現有的產品 全家都播不到 那什麼 那那些 便宜一點 不是 Apple相對於便宜一點 那些什麼 AirPod那些 那些 不要緊啊 但是貴的那一隻 都不行 就好像那些 那些 都是他們的主題 For the future 哦 總之新東西出舊的 就是公辭雷雞 不是你那句 是 現在For the future Future proof 那現在那些呢 之前那些呢 自然Apple就會出一件產品 可以讓你聽到 哦 那就是之前的公辭雷雞 哈哈 是啊 那我為什麼會說是 全家播不到呢 那音樂相關的Apple產品呢 大家很容易數到啦 就是現在 就是除了以前 跟機的那個 那個叫AirPod 嗯 有一個叫AirPod 接著有隻AirPod Pro 甚至乎是現在最貴的那隻 AirPod Max 那這一堆東西 就是由幾十元 去到五千多元 都有得給你選擇的東西 全部都是播不到的 全部都是不支持的 其實呢 如果你跟我說是 最貴那隻可以 下面那些不行 那條件好像是 我想買了些人會買了些 最基本要做到的呢 我覺得是要 就是最貴那隻做到 其他做不到 這個我覺得是 最基本可以接受的位置 就是你告訴我 那些買了去的人 你知道 你多給這幾千元去 做信仰的認證 是值得的 但現在就是 沒有人投資的 就是 你的信仰不夠 是的 你的信仰要定時交會費 交會費呢 這樣呢 我當時就跟各位主持在說 就在說 Apple全家都不支援 到底它在想什麼 因為正常 以我所認知的Apple 雖然它不是自己圍圈 自己做自己的東西 但是它平常的做法呢 是會支援自己 就是它自己 那些東西都會用得到 就是它自己那些東西 是要用得到的 雖然說 對比起外面那些東西 可能技術 不是說去到很盡 很厲害的 但是我出這件東西出來之後 我現在全家的東西 都起碼有些東西會用到 你不要管效果是怎樣的 至少用到 就算現在現有的東西用不到 我在發布的時候 我會出一隻新東西出來 這隻就支援的了 至少是做到這個位置 就像那時候 iPad Pro 出的Apple Pencil新版 現在的新版才可以 用新筆才可以用得到的 新機新筆才可以 在一起 你只知道它有舊東西 但現在就是 暫時還沒有那個東西 不過現在就還沒有這些東西出現 它現在沒有拿一隻 什麼可以支援的東西出來 那大家在想 什麼支援了我 拿什麼 是啊 重要 我們忠實那份正念的東西的話 雖然 如果你是有聽歌的人 你可能會說 因為現在那些新的 Apple Pencil 裡面沒有那個 所以就不行了 很正常的 你插一條 USB奔走 不是USB 3.5 就可以了 USB奔走 插一條 轉3.5頭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這個意思了 在Apple官網上買得到 那條原裝的 Apple的 那條 Lightning轉3.5頭 或者是Type-C轉3.5頭 那個 最高支援 就是1644 他自己官方也出來跟他說 不行的 那你出個功能 我是忠實那份 靠 然後那些人又說 喂 那部AirPods Max 有插線模式的 就是他插一條Lightning線 插回來 那就是Digital Digital 就搞定了 我記得不是只是充電嗎 然後Apple跟你說 不能Work的 就是只是充電 他說是出不到 High-Res的聲音 我這麼忠實 我這麼忠誠 買齊你的Apple product 來聽歌 你現在出的新功能 我可以怎樣才能聽到 未來 我穿越未來 那一會兒 Back to the future 你跟Eric Carmen 這樣說多一兩年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為了commen 說夠自己 但是不大 如果你的AirPods Max 不是幾個月前出的話 是年多前出的話 我完全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是 你的AirPods Max 賣一隻差不多五千元的耳機 出了幾個月 你跟我說幾個月後出了一個新功能 你不能拆Support 幾個月而已 你幾個月之前 你不能知道自己會出High-Res版 即這幾個星期 這一個月 嘩 不如我們去弄High-Res 還有你自己正常的那個預備 你弄High-Res Audio 你裡面的Library upgrade 我不會相信你是幾個月內可以做得到的事 你研發這隻AirPods Max 不會是幾個月內的事 為什麼你兩邊 即是不升到這個地步 你欠幾個月 那些人現在買完四千多塊回來 心情是幾乎肉酸 我記得有時候 好像那時候出的AirPods Max 都有一些果粉在吹 看來蘋果應該是即將 做出一個無損的格式 那些 他在說這些 他們說到一切都是arranged的 全部都安排好了 現在安排好 安排了各下買完的東西 不是 即是添谷擅了你們一旁嗎 哈哈哈哈 什麼啊 AirPods Max 聽不到這個無損 是添谷的安排 我不是即是添谷擅了你們一旁嗎 哈哈哈哈 我懶你我有空的 我改了周星馳的那套 誰在玩過 我有空我就做 是啊 我是接受不到這個位的 即是你幾個月前發佈AirPods Max 接著呢 就整堆那些果粉頻道 在那裡說 這隻東西support AAC AAC夠糟了 是不是 很糟了 要什麼糟了 有糟了用啊 原來是考驗他們的 不是考驗他們對Apple的忠誠 考驗他們對AAC的忠誠 不是 考驗他們怎樣去鬥啊 即是現在你 你現在出完這個 HighRes的upgrade之後 用不糟了 哇 真的不難答那句 一個一個考驗 即是不讓我看死他Apple 隔多幾個月 或者是一年左右 出了AirPods Max 2 接著支援這個HighRes Audio 你怎麼發佈呢 好像是9月了 9月啊 9月那時候 應該 如果是的話 我是AirPods Max的用家 我一定上去嚴上 是不是 他們不會上去嚴上的 他們上去買那隻的 只是 如果是我 那我沒有買到這隻 我不會這麼忘舊 你不會買那隻的 是那些果訓師妹 我實在說 那些四千多個都說 其實真的有很多 有些再貴一點的option 有貴一點的option 還有一些 更加選擇 即是給他們那個價位 可以選擇地他 一般聽歌的人 經常這麼說 你買那隻 真的很有忠誠才買的 我們都覺得 但是 你就是有忠誠才買 所以那班 到時就 想去買那隻算去 那時候就說 哎呀 我們現在聽到這個 啊 高的格式 很開心 會這樣的 你的Product名叫Max 最Max 那樣東西 你用不得到 你公司的功能 那時候就叫Max Pro 你對 可能9月就會有一隻 AirPods Max Pro出來 Max Ultimate 那些 歐前美不用這個字 歐前美的字是Microsoft用的 那些字 改吧 Mass Pro 什麼 Mass Hard 不是應該就這樣叫Max 或者叫做2021 version 那些 不是那些 那是2021 那是2021 對呀 也是21 AirPod Max 2 或者AirPod Max Pro 應該這些名字 不出聲音 PoMessy 它不是跟回手機的位置 PoMessy 其實呢 可能什麼都不改 就是那個名字 照舊一樣 跟你說沒有分別的 新版本 只有幾個月 幾個月應該會有新名字 我不能知道它 就是我看死它一定會出一隻新版本 我不能夠理它什麼名字 我猜九月 一定是出一隻新的就說Support 現在大家猜定它的名字 看九月的名字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無恥地 仆街的一間公司行為 大哥四千多元 就是那個信仰要多高才買Apple 四千多元的 買得你這個Product 都是對Apple的Product 有差不多忠誠 正常聽歌不會買你的 你現在 你跟我說你 用了幾個月時間 就背叛了他們的信任 你現在的歌是一個考驗 考驗是銀包 兩件事 你首先要用銀包才能夠做信徒 你現在信仰不夠 你拿不到信念 繼續相信Apple 那你就 不是一個失格的果粉 我在想 究竟哪幾個好笑一點 這個好笑一點 是那四個look好笑一點 還是Stan好笑一點 買齊好笑一點 買齊的果粉好笑一點 買齊的果粉好笑一點 是的 那四個look 裝了一部Mac Pro 坐在上面 戴著這隻 AirPod Pro Mac 聽AAC 整件事有多有信仰 是 重點是聽AAC 那不是每個人都聽 另外呢 其實都要補充 是 我不清楚呢 是 出來之後 被人吊完 他才回去再改 還是 本身已經安排了 是 這樣呢 就在這件事發布出來之後幾天 Apple出來說 他們會更新 他們旗下的那隻HomePod 和HomePod Mini 都是會更新的 那兩隻有 更新完 可以支援 接著就說 由於無線格式的所限 現在現有所有的AirPod 的產品呢 都是不合理的 他說呢 有研究當中呢 可不可以不走Bluetooth 走Wi-Fi 去做AirPlay 理論上呢 AirPlay是做到的 嗯 問題是 現在你那幾隻東西 physically裡面 是沒有Wi-Fi Chips的 屌你老味 哦 即是突然出了一隻新版 啊 全線產品加了Wi-Fi Chips 走AirPlay就可以了 就全線加了Wi-Fi Chips 出到另一隻 不就是給錢咯 不是啊 到時那些傻傻會買 到時那些果粉會用呢 會回來就說 現在可以支援到 那些聲音很漂亮 他們就這樣而已 他們不會說之前有問題 因為他們這樣做不到果粉 不用啊 我看到那些Youtuber 怎麼繞的了 怎麼繞的 我想知道 他們說 我都聽不到有分別 你不 他聾的 他說不用想 要這麼清 AAC轉了去CD 他竟然清潤到混蛋了 被我們說中了 原來他們的信約不是Apple 是AAC 他們對AAC 一隻 一隻由iTunes發明到現在的技術 二十多年 是不會驗的 那樣是長程 我現在發覺Apple 我開始摸到原路 其實這個是一個Apple 即是白癡過分說的 是一個Apple已經計劃了很久的計劃 這一切都是Apple精心巧妙地安排出來 他們的目的就是 測試信徒的智商 不是 這個暗地 這個是Hidden Agenda OK 這個Deep那些東西 他們目的就是 其實Apple是想帶領另一個潮流 現在的潮流就是興復古 好像之前大家看不見到 它這些iMac 為什麼會出這麼多隻的顏色呢 它就是要復古當初 大牛龜型的iMac 那種Style 那種Color 那種Color 它巧妙地 就選擇以前的那種Color 就是它要讓大家 感受回那個年代的生活品味 這一切都是Apple要做的 但是 共同信息 你知不知道 這次要復古 是復古哪樣的文化呢 不是說高不高清那個格式的問題 它是要復古另一樣的Culture 記不記得 在那些這麼大牛龜的iMac那個年代 還有一個什麼的Culture呢 沙灘焚機 現在全部AirPods戴樂爾的東西 就支持不了 那兩隻放在那裡的HomePod就可以 還不是想復刻這個焚機的文化 讓你感受到那天在沙灘上 放一部大機的 那種文化 你拿著這兩部機 出去沙灘焚機就可以了 不行啊 大王 那兩隻也沒有藍牙的 要插電 你拖一隻 三腳的 三腳比較難搞 不要緊 小利路未必說沙灘不可以拉拖板 哈哈 你就找一個近小食亭的位置 跟阿姐說 阿姐 我要焚機 我可不可以插拖板 沒得走來走去 大王 你好像Eva一樣 你有那個範圍 你在小食亭附近可以走 你在小食亭附近走 你肚子餓還可以去刺魚蛋 是不是好啊 我在想著 你在想著整個形象 已經不適合 Apple所說的那種 Elegant 或者是很Future 放肌不好嗎 你歧視放肌的人 我出去 隨便找個藍牙的 那些防水喇叭 不是那種喇叭 不是那種喇叭 它不是BOSE SUNNING那些 喂 那些我洗Apple 十分一價錢 都有它的質素 是不是 你買一隻BOSE SUNNING Mini 2號過 那厲害 對不對 那另外 除了你的耳機不支援 那你的iPhone iPad Mac機 那些 最近Apple最喜歡的是 CUT了3.5頭 Mac機還沒CUT iPad 普通那部沒有了 手機那些不用說 就算用官方那一條 那一條 應該俗稱賓州的那一條 那一條 都是用官方那一條就不行 你用別人的廠那一條 才行 它自己在新聞稿那裡說 要配合USB的DAT 才可以發揮到192kHz的功能 你說去那一條J帽 那一條J帽 即是叫你出去買其他3rd party的產品 即是可能他下次發布會是拿一條出來 但現階段現有這個moment沒有 那你不就是配套做得不好 除非你也鎖出來 你出這個東西 加上那條賓州 再加上新的耳機 三個東西 混合一個Pan 這樣就好 那現在呢 即是我看回坊間的人 他們都做幾辛苦 我看到那些 之前我有看過那些科技 即是那些音響界那些 即是他們 怎樣用一部iPhone 去插上那些 一些高清的耳機 它需要怎樣去做呢 第一 就是不會直接用那條 Lightning轉3.5 這一類的產品 他們是不會用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iPhone 即iOS的機器 是有限制的 因為那個Lightning扣 它是限制了出電的 嗯 即是說 如果你那顆耳機 稍微有力少少的 那些都不夠力推 這樣呢 他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買那個叫CAMERA KIT 這樣就是插那個Lightning扣 轉一個USB A扣出來 2.0的 有3.0的 好像 然後再插一些普通USB的耳機 下去 USB耳機 即是3.5 接著再插一個3.5 你就可以享受到 high-risk的耳機 這樣就厲害了 他做到那個男人夢寐以求 但做不到東西 兩條奔舟 加長 你奔舟可以 插得那麼辛苦 到最後出來 就是要回一個3.5 喂 你的機器那麼辛苦 又說節省位 又說courage 咳嗚了那些3.5 你幹什麼 你出這個功能來幹什麼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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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了滿足每個男人的欲望 就是 你不僅有條奔舟 你這條奔舟還可以再加長一點 有什麼比一條奔舟 兩條奔舟 兩條奔舟 兩條奔舟還要不是橫向兩條 你現在可以搭上去 你拿來搶 你 你這條奔舟 我真的在想 出這個功能 除了給一些 所謂的果粉 在YouTube Channel 打飛機 玩什麼 20年技術 10年功力 這些東西 明明現在傳了一部Android 然後買一部Sony 我直接去買一隻 hi-res 你上什麼Mora買一隻 hi-res 放進去 刮個3.5 就搞定了 為什麼搞這麼多東西 前陣子 我看過有個Channel 有個黑人好笑的 他是專門想去抖音 拿一些抖音片 串街的抖音片 就是抖音片 被他打破了一隻杯 來喝東西 他就說 他就是拿一隻杯出來 泡水喝下去 然後就做了 you see 因為他的姿勢 他那個樣子很在奧妙 你那個人現在真的用同樣的方法來玩 你見到那些人要 插兩條奔舟 再放一個3點下去 才去聽個告證 你真的拿一部類似Sony的那些機 一夜刮到3點下去 you see 人家就是這樣 那你說 什麼要省位性的那些 才去拆那個3點走 然後你現在搞這麼多東西 還有別人這廠 那部機 他現在不是真的很大部 那部機 那部機還在輕輕過你 你用了三年時間 還是四年時間 去說服這個業界 不僅用3.5頭 說無線是一個潮流 是一個趨勢 現在你做一個upgrade 出一個新功能 要用3.5頭 我屌你啦 你還沒計算其他廠 你索尼的那些 人家無線的那些 hi-res都射了過去 人家無線的那些 現在全部就貼到hi-res的牌子 人家做了 然後 然後 那一句 現在那些 機器是不是真的大部 過你很多 我印象中 真的輕過他的 那些 現在 輕過你那些機器 別人那些 一定輕過那部Pro Max 那部就是重量到鑽頭 有朋友買了 我拿出來說 你這部機是鑽頭 來的 鑽頭那樣 那部機器 然後就一下子 刺了3點下去 就吃hi-res 為什麼搞這麼多東西 比你這部機 我真的不明白他現在 這個功能呢 我是很appreciate他 就不加錢 可以做到 是 即是你這部機器吃得多厲害 就給你多厲害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做得好的 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放回大件事去看 看回你公司近這幾年的 policy 近這幾個月出的 product 你全品的東西是不能升的 屌你老闆 沒有計劃 然後我就覺得 整件事是錯了 其實你就算跟我說 我少說 我當下個禮拜 無緣無故在我們節目出街之前 他就拿一隻 support的Airport Pro Max出來 拿那條賓州出來 就support了 我當啊 我當好未 就算真的出 那我都可以吵架他 因為他 之前買的那些人 那怎麼辦 那中間這個時間呢 由你說現在 你Apple Music有一聲 到你中間 你至少到我讀音 今天你中間這段時間 你任何這些產品 是沒有一件 官方support到 聽到你無損的東西 而且如果你這件事 隔得那麼近的話 這件事是更差的 為什麼你不發佈這個 upgrade的時候 你說完這幾件事呢 這件事 你發佈了這件事 你都不是即日賣街的 你說下幾個月之後 再有賣 你都不是沒試過的 你的Mac機 整天都是這樣的 你不發佈的 如果你一隔過 那件事是 你被人買訂貨 那些人每個狗衝去訂 我頂著是 覺得你不賤 就是上一代產品 全部垃圾 今代才吃 但是你比現在這個時刻 真空期沒東西吃到 這件事很旱糕 你不要跟我說 你之後出一件東西 這件就支持 你不要講一些 因為你這個時刻真的沒有 你一家科技公司來講 你這樣做法很旱糕的事 說你某程度上 你龍頭來 更加旱糕 如果是個比喻來講 可能就是 Graphics Card 就是王先生那時候出來 在台上說 我們現在公司出了一個 Way Tracing 對了 最新的技術 我們今個月會出了一個 新的update 就可以用Way Tracing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旗下所有卡都沒有 2080那麼不行 不好意思 你再等幾個月你出TI 還沒講 還沒講 他不講 然後跟你講出1060是支援 對 那兩顆東西 沙灘拉拖板那兩顆 整件事很傻 也是令到我對現在的Apple 這件事更加失望 你的計劃是做得這麼仔細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 跟以前我印象中的Apple差很遠 以前Apple真的計劃得很好 一步至一步 你真的數很久 去SipDrop的時候 他由iPhone逐步逐步慢慢收窄某些東西 去到他統一了自己的制式出來 他是很有計劃的 你現在就算說Mac機那邊 哪怕M1和接下來M2 大家都很期待 他M1真的做得好 但是 現在Rumus 還要Rumus 很行的 就是 接下來的Touch bar又不見了 還有至少 你現在的Keyboard 是已經轉回到原本那一隻了 就是你前幾年的東西 一來是亂了 全本沒有Plan 亂究 那些東西好像還沒測試過 擺出來 那些東西好像沒有Plan 那些東西好像沒有Plan 其實很噁心的 是呀 所以就 他真的以前中落的原因就是 你剛才說這些東西 你發生在任何其他的科技公司 一定會被人扔的 他聰明就是培育了那幫教徒出來 真的查到這樣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 人家都不能罵你的 那幫Fanboy 你就是這樣做到這部最聰明 你剛才說這些東西 你試試發生在Sony那裡 一定會被人扔的 你發生在三星島 你被人扔的 因為你現在發生在Apple那裡 你才沒有被人扔的 即是Apple是一個很封閉的系統 我就說iOS 是一個很封閉的系統 所以他出這些東西 是大家是被焗著吃的 再加上 你被焗吃一件事 是啊 那幫人吃得很開心 是焗吃完之後 找很多理由跟你說 我正在吃的東西很棒 你那些人不值欣賞 你發生在任何一間科技公司 都一定被人扔的 我敢說你發生在華為小米 你連激強國人也扔他 他還要是大家吃屎吃著豆 那種的心情 那種的豆 那種多好吃 AAC不知多好吃 聽AAC聽得開心一點 我真的不知道 我原本以為你看到 hi-res那樣OK 面試是好的 面試是好的 後面的東西配套狼狗 很難套狼狗 而且見班人也很有趣 那今節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這一件事 都怪怪的了 不過呢 真正的怪事 一會兒再出來 待會回來第二節 科技怪事錄的時間繼續 Chanel cualquier點